中东启示录12 坑你没商量 大航海时代不仅拉开了西方对外殖民的序幕 也让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 作为地中海的霸主 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地位不断弱化 为了挽救经济 土耳其人尝试开凿运河连接福尔加河与顿河 从而打通黑海和离海 缩短地中海到东方的航程 希望能恢复地中海的贸易核心地位 然而这样做不可避免的侵入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为此奥斯曼和俄罗斯开打了 奥斯曼土耳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 一直杀到了莫斯科 不过土耳其人很缺乏大局观 在与战斗民族开打的同时 还不忘军事干涉威尼斯共和国的内政 于是 教皇国联合当时最强大的海洋强国西班牙 和威尼斯组成联军 向奥斯曼宣战 双方在勒班陀海角发生海战 奥斯曼海军遭遇毁灭性打击 海战的势力也迫使奥斯曼帝国接受俄罗斯的求和请求 土耳其的双向作战以失败而告终 17世纪后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逐渐被欧洲人超越 1683年 奥斯曼帝国再次进攻维也纳时 被波兰和德国联军重创 自此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对欧洲的军事优势 百年来所寝占的东欧土地被波兰 意大利和奥地利分割 英国法国和俄国也趁机落井下石 瓜分奥斯曼的各个蜀国 法国大革命后 拿破仑入侵埃及 奥斯曼只能向英国求助 依靠英国海军的支援 土耳其人保住了埃及和巴勒斯坦 但英国根本不把土耳其当作自己的同类 相反更认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 并挑拨土耳其内部叛乱 在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之时 欧洲各国都没少坑土耳其人 当然土耳其以前也没少坑这些国家 土耳其人思前想后 觉得还是德国坑自己比较少 于是任德国做老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了德国的同盟国 没想到这次被德国坑得更惨 同盟国战败 奥斯曼帝国的北非领土 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吞并 同时英国还煽动阿拉伯人起义 导致奥斯曼帝国彻底分裂 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 虽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 但领土面积也只有帝国全胜时期的七分之一 二战结束后 美国为了对抗苏联 将土耳其共和国拉入了北约 土耳其异常兴奋 立即交了投名状 参加了美国主导的朝鲜战争 在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中 土耳其很大方的派出了一支5000多人的土耳其旅 兵力仅次于美军和英军 一上战场热情的土耳其旅 就歼灭了一支中国军队 当土耳其人向美国请攻时 才发现自己做掉的竟然是友军 这支军队来自南韩陆军第60和第70 他们刚刚被中国志愿军击败 好不容易冲出包围 土耳其人傻傻分不清 韩国人还是中国人就瞎了毒兽 这些可怜的韩国人 很多才逃出生天 就被土耳其人送上了西天 在朝鲜战场上 土耳其军确实很凶狠 但是土耳其军官不懂英文 很难与自己的友军协调作战 所以当土耳其军遭遇擅长伏击的志愿军后 土军总是伤亡惨重 尽管土耳其为这场对自己毫无利益的战争 付出了不少代价 但是土耳其至今都无法赢得欧美的信任 为了加入欧盟 土耳其多次低三下四的恳求 却屡屡遭到欧洲的戏弄 一是因为土耳其的历史记录不太好 总是反复无常 二是因为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 根本不会相信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 本日是您的职场